不知道大家萬聖節有沒有用剩了很多南瓜呢? 我自己就用剩了很多啦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做這個又簡單又健康的南瓜薯仔沙律 首先把南瓜去皮和去紙 然後把它切片 然後薯仔也一樣把它去皮 然後切片 然後把它們蒸淋蒸20分鐘 然後預備另一個鍋準備煮雞蛋 水滾之後把雞蛋放進去煮大概10分鐘左右 然後可以準備自己喜歡的食材 今次我就用了粟米和吞牛魚 現在我們就準備這個沙律的靈魂日式沙律醬 首先加入6湯匙的蛋黃醬 然後加入爛粒蛋黃 最後加入1湯匙的醋 把它們攪勻 這個時候雞蛋就應該差不多了 可以把它過兩核 然後把它剝殼 再把它切成1小粒 薯仔和南瓜蒸乾 然後可以把它們擀起 然後把它們押成蓉 薯仔和南瓜蒸乾 梳仔和南瓜蒸乾 把揉起 继续把它们压碎和搅匀 然后加入其他材料继续搅匀 最后加入沙律酱搅匀就完成了 现在可以把它上碟 我们可以加入少量的黑椒粉和番茜碎 作为装饰和调味 这个有健康又好吃的南瓜薯仔沙律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都快点把曼盛节做成的南瓜 用来做这个沙律 不然很快就会坏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条影片 或者其他做食物的分享 欢迎subscribe和like我的频道和instagram 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疑问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或者inbox我也可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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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